今天来进入本期的军情大家看 欢迎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陈虎老师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 航母是大国海军的标志 但是最近却有消息称 俄罗斯海军准备让本国唯一的一艘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提前退役 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俄罗斯消息报近日报道 俄海军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 可能最终会选择退役 去年10月29号 库兹涅佐夫号正在进行修复作业时 承载它的PT-50浮船屋突然停电 导致整艘浮船屋沉没 更糟糕的是一台起重机 又重重地摔在了航母甲板上 导致甲板被砸出了一个4米乘5米的大洞 目前库兹涅佐夫号正停国在 克拉湾的第35号修船场 等待对自己命运的最终抬决 此前俄国防部副部长萨利科夫曾表示 库兹涅佐夫号受损并不严重 不会对航母的维修期限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如今维修厂已经找不到 合适的副船夫 让这艘俄罗斯航母陷入了 无法维修的举定 那福州马尾的网友大白线队就提问 俄罗斯真的会放弃自己唯一的航母吗 这个问题对俄罗斯来说呢 是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 实际现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人提出来 要废弃这一艘航母 省下钱建造更多的新型护卫舰和核潜艇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俄罗斯海军 从此变成了一个禁岸防御性的大战 对于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大国雄心的俄罗斯来说 放弃远洋作战能力 这个确实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只要他有办法 他一定不会轻易放弃航母的